现在的基隆捷运是不是也是南港到巴图 我们现在刚好台铁的也是南港到巴图 我们六捷运 不是,那我问你捷运几站才到啊 13了,有13,12站 请问我们几站到啊 就一站,直接到啊 所以我刚好可以来测试一下这个直达车的效果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案 基隆市长谢果良日前不断呼吁 基隆近八成名义表达需要有台铁直达车 因此建议台铁既有班次 早上7点34分从基隆、巴督到台北的直达车 中间可家庭南港站 谢果良听到台铁从善如流进行调整 他强调台铁直达车功能与重要性 不亚于基隆捷运 他感谢台铁局长杜维 也对立委、洪孟凯、邱成远、蔡世应 极力促成表达感谢 针对于台铁从3月13号起 就要增加我们的基隆、巴督、台北的这个直达班次 要家庭南港站 我们觉得很开心、很欣慰 因为我们相信这个班次对于很多安乐区 甚至很多市区的通勤族朋友 一定会有很大的通勤的时间改善 我一直都相信台铁的直达车 它的重要性是不在基隆捷运之下的 只是他们的功能不同 所以我要谢谢台铁的杜局长 在这件事情上面 听到了超过77%的民意 基隆民意的反应 愿意来协助我们完全这件事情 近日来不断帮我们联系 一直打电话给杜局长 还有约好要开协调会的 洪孟凯委员、邱成元委员 以及蔡世应委员 我们都一并的表示感谢 感谢让这一次的直达车能够促成 希望以后去南港转程的通勤族朋友 未来尤其在下雨天 高速公路天后路况比较不良的时候 尽量利用火车 这个比较准点的交通工具 前往南港进行转程 那我们会特别注意 让安乐区几个重要的站的 这些通勤民众们 有机会可以利用这一班车 转程到台北 这样子的一个转程机制 我们也请王处长 尽速的来规划 我们包括R66 R86跟R82的部分 其实就是衔接到我们所谓的一个 火车站 就是巴独火车站 因此我们可以透过 这个R字头的一个公车做 所谓的上班的时候一个接驳 那现阶段R字头 我们已经全数会在4月中旬 由市政府的公车处来接手 那我们也会评估从台铁家庭所谓的南港站以后 我们会考虑这个整个运能协调公车处来加班 这个输运的一个车次 那让我们的四名好朋友 这个上下班的时候更加方便 台铁直达车是谢国良市长在选举前的一项重要通勤政见 透过市政府不断的呼吁 及各界的大力帮忙 能够实现这个跟基隆通勤族相关的民生政策 相信这是全体基隆市民乐于看见的最好结果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